男子遇到远景盤查 向后倒退顺势往后一躺 把马路当成自家床铺 远景上前要拉他起来 他又突然起身 把手举高伸揽腰 像有仰视一样不断甩动手臂 在路上倒退路 完全不顾来车 远景看不下去 要拉他到路边 没想到他开始反抗 最后惨被压制在地 大热天 男子不顾驳游路热烫 直接躺了上去 一下子把马路当床 一下子又把马路当成泳池 还不断大声叫嚣 附近民众全程募集 全都笑翻了 男子当时就把机车 横停在路中间 还在街上 意识不清到处游荡 巡逻人警见状 连忙将人带到一旁进行盘查 6月22号下午3点 有一名44岁的江系男子 因为息时K他命意识恍惚 在板桥永峰街上游荡 被园警拉到路边要进行盘查 没想到他竟耍赖 大自行躺在地上 还问园警我是谁 明显已经没有行为能力 事后警方也在他的身上 搜出0.5公克的K他命 园警到现场的时候发现 他除了四处在串跑的同时下 也直接身体扑握在马路上 那因为在路中车辆行进非常多 所以怕这个驾驶人 他有危险的一个状况 所以远警立即将他做一个保护管束的一个动作 吸毒吸到轻 连自己是谁都忘记 远警好气又好笑 将他带回派出所移送侦办 让他好好想起自己到底是谁 三星闻 吴冠宇高昭林 新北报道